这是人类最强单兵武器等离子枪 但它的目标却是现实里不存在的鬼魂 虽然杀死了对方 但士兵却没有丝毫高兴 因为像这样的鬼魂有成千上万只 双方很快混站在一起 而士兵们想不到的是 这些鬼魂进拳来自一个残忍的科学实验 他们将活人杀死切片进行分子及扫描 再用凝聚态打印出新肉体 然后剥离出全身的神经系统 去操控凝聚态身体 这样一个强大的幽灵就被制作了出来 他们介于生死之间肉眼无法观测 只能借助超光普射备才能看见 并且行动速度极快 无视极大部分的物体阻挡 一旦活人被碰到就会瞬间死亡 除此之外 所有的热武器对他们也都毫无作用 简直是人间活死神 而这座核电站则是生产幽灵的大部分 为了灭掉所有幽灵 军方携带着等离子电枪抵达 与他们开始了大乱斗 而与此同时 小帅和另一支小队悄悄进入了基地 他要弄清楚幽灵的源头 而几人刚前进不久 就遇到了隐藏在这里的幽灵的袭击 但这只幽灵仿佛有了智慧 不断躲避着他们的攻击 两个士兵当即要博士先走 他们留下断后 由于两人的牺牲 小帅和小美这才终于抵达了核心区域 这里还关押着成千上万的幽灵 并且每个幽灵都仿佛很痛 这时两人发现了控制幽灵们的设备中枢 在小美的翻译下 小帅得知只要关闭设备上的所有电缆 幽灵们的神经传输就会断开 小帅当即不再犹豫 立刻爬了上去开始断开链接 而此时战场上 士兵们和幽灵之间的战斗也到了白热化阶段 幽灵们本来节节溃赶 可没想到他们竟能互相融合 直接形成了幽灵风暴 电枪伤害已经不足以杀死他们 士兵们陷入危险之中死伤无数 而队长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把所有的电枪连接在一起 准备把全部能量都打出去 而随着充能完毕 他扣下单机 队长这一枪灭掉了融合后的幽灵 但其恐怖的威力 也直接将关押幽灵的容器震碎 一瞬间所有幽灵全部冲了出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小帅终于扯掉了所有电缆 神经活动中断 所有幽灵也瞬间失去了控制 变成纯粹的凝聚态消散在了空中 小帅来到了核电站的最深处 这里全是休眠舱 而舱内正是操控幽灵的人的神经网络 理论上这些人还活着 但是生不如死 为了让他们解脱 小帅拔掉了电缘